陈一念见他这样,转身想去找设计部经理问设计搞什么时候能好 田岳见状以为陈一念去告状 陈一念,你做什么去?我传这些与你有啥关系? 怎么,你还想当林岳的狗吗?跟我们经理告我的状是不是? 我只是去工作,没有那个闲时间 这时候林岳过来,告诉陈一念,思琴莫找他 林岳在办公室一直观众的陈一念动态,看他还是没有出来,终于坐不住了 这个狐狸精,真是会给自己加戏 刚来公司不久,竟然能得到思总的亲爱,果然狐媚技术了得 随后,林岳来到思琴莫办公室 陈秘书先出去吧,思总办公室的文件不需要你整理,我会整理 真是太好了 陈一念刚想走,等一下,林秘书有什么事情? 思总的行程保密,陈秘书还是请回避一下 不必 思总不让陈一念回避,他居然不让他回避 平时思总的行程只有我和许特助知道的 这个陈一念终究是不一样了吗? 我努力了这么久,明明跟思总已经越走越近了 突然冒出来一个陈一念 我绝不让这个女人破坏自己嫁给思总的计划 绝不? 好的,那诚小姐就留下来听一下吧,就当是学习 林秘书,你把行程表交给陈秘书 由她来给我汇报 以后行程安排就交给陈秘书来 也算给你减负 什么? 这是让陈一念这个女人一点点取代我了 陈一念看了林月一眼,微谈一口气 今天我要是把这份行程表从林月手里接过来 以后怕是跟林月没有和解的机会了 这个狗男人是故意给我树敌的吗? 林秘书,把行程表交给陈秘书 思总,您忘记了吗? 她是咱们对家林一总裁灵战的未婚妻啊 两年前 林月观察着思秦莫的表情 呵呵,就等着思总开口,让这女人滚蛋 所以呢? 所以,她通过这种不齿的手段来咱们公司 就是为了帮她的未婚夫拿咱们公司的机密 不齿的手段? 她勾引许特助,让许特助给自己开后门,进了咱们公司 而且直接成为您的秘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勾引许特助,你怎么知道她勾引许特助? 许特助应该也是一时失察,被她迷惑了吧 只要我们让她离开公司,跟许特助说明,想来许特助是会醒悟的 许一抱着一堆文件,刚好推门进来,听到林月的话 在林秘书心里,我就这么容易被迷惑的啊 许特助,抱歉了,这一次我不能帮你了 这件事情已经捅到了思总面前 这个女人怕是真的不能留下来了 留不留应该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林月没有明白许一的意思,有些茫然地看了她一眼 被迷惑的不是许一,是我 所以,让她当秘书的也是我 林秘书,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个啥啊 这个狗男人说的什么话,把我说的跟个花瓶狐狸精似的 我哪迷惑她了 把文件交给成秘书 出去,林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的面部表情 成秘书,拿好了 思总,我只是一个秘书,你这样为我树敌,不好吧 还有,我怎么迷惑思总了呢 思总,你这样是毁我生育啊 成小姐,思总那是在夸你 其实毁的是她自己生育哈 她说被你迷惑,是在夸你漂亮 而她自己却成了一个心智不坚的色狼了 你看,她比你损失大 我这是在帮你开展工作 你该感谢我 成秘书当秘书就该有当秘书的样子 不要总想着偷懒 下班后,成一念找了莱茵莹去逛街 正在是一件好看的裙子 突然有人叫她 成一念回头看见林曼和沈星月 成一念当作不认识,没有开口说话 漂亮吗 美,美极了 像个仙女 夸张了呀 成一念,我叫你 你没有听见吗 是龙了吗 你是哪位 你,你还装不认识我 我问你,你最近去哪里了 你管得着吗 我跟成一念说话的 蓝莹莹,你滚远点 哈哈,我们念念已经结婚了 你们不要再纠缠她了 成一念,你为了我哥主动找你回去 这种谎话你也能编得出来呀 还发朋友圈 你也不看看你发的那图片 明显就是从电视剧截图的呀 那么唯美,那是你的手吗 原来,我觉得唯美好看的 在别人眼里,居然是假的 你觉得,我是为了让你哥主动找我回去 那就请你一定要告诉你哥 千万别来找我 省得被我拿捏 你听我解释 我跟林总,真的什么也没有 你别误会了我们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们闹得不愉快 你还是赶紧回到林总身边吧 如果,如果你不想看到我 以后我不出现在你们身边 我也会从林一辞职,回去,好吗 成一念恶心地将手从沈星月手里抽出来 沈星月突然就老后倒下去了 林战一个剑步接住了沈星月 星月,你没有事吧 沈星月抹着眼泪,轻轻摇头 你不要怪一念,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只是,只是他还在误会我们 你快去跟他解释一下吧 这样,他就会跟你回家了 看到爱慕自己的沈星月受了如此大的委屈 林战怒气地看向成一念 当林战目光落到成一念身上时 为他现在的穿着惊艳到了 原来成一念打扮起来也这么漂亮了 沈星月看着林战目不转睛地盯着成一念 狠狠地咬了咬牙 拉了拉林战的手 林总,你,你快去跟一念解释呀 别让他再误会我们了 他刚才明显还在生气呢 才会不小心让我跌倒 我早上吃的饭都要吐出来了 这个沈星月是从绿茶学院毕业的吧 这茶言茶语简直满极了 明明说着前后矛盾的话 可是却能让男人们产生保护欲 盈盈,我们快走吧 我可不想喝绿茶了 怕晚上睡不着觉 成一念,你还预备跟我闹多久 闹,你觉得我在跟你闹吗 林先生,我记得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结束了,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成一念翻了一个白眼,准备离开 林湛一个箭步过去,一把抓住成一念的手腕 因为林湛动作太大,沈星月差点跌倒 看着林湛握着成一念的手,沈星月极度的发疯 明明我已经努力了这么久 明明我已经让林湛讨厌成一念了 明明我们最近相处得很愉快 我跟他的家人也相处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一看到成一念,还是追着成一念去了呢 真的只是为了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我不能在林湛面前撒泼,保持镇静 松手 我记得我说过,我不喜欢你高冷的模样,你又忘记了 是啊,当初在大学的时候,林湛追了我整整一年才追到 后来,我们在一起以后 我不喜欢你高冷的样子,我看着你那张高冷的脸心就痛 以后我一定要带你温柔,不可以再高冷了 那时候的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决心跟定这个男人一辈子了 现在我才知道,当时做的那个决定多么愚蠢 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林湛,你以为你是谁 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可以捧着你,可是我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屁也不是 别在我面前装什么霸道总裁了 林湛看见成一念这么对待自己哥哥,他气不过 成一念,你不跟我哥在一起,现在都只能穿过记把折的衣服了 连件正经衣服都买不起吗 有些人还有脸说,我们念念离开某些人以后 可终于能穿上一件新衣服,跟某些人在一起几年 他可从来没有买过衣服,毕竟他赚的钱还要拿来养猪 你说谁是猪,谁接我话,我就说谁呗 蓝莹莹,你这个贱人,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慢慢,注意点形象,大庭广众之下,你还要跟人动手吗 林湛走,道成一念身边 一念,之前是我考虑不周,让你受委屈了 以后,我每月会给你家用 今天你也不要买这个记打折的衣服了 选一件新款的吧,我来付钱,别再跟我闹了,好吗 哥,他都不回家去照顾我跟妈 你还给他家用,还要给他买衣服,凭什么 他就只配穿那过记打折款 过记打折款怎么了 好看呢,我们念念长得好,身材好 穿啥都好看不像有些人,就算穿得最新款 也像个村姑,土肥园 沈兴月,看到成一念穿得这么好看,气不打一出来 成一念怎么能配这么好的衣服 既然他能穿这么好看,我穿上林寨一定也会觉得漂亮 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可不要生气 刚才我从那店长话里意思听出来了 现在成一念在给你死对头当秘书呢 你说他怎么可以这么做 什么,你怎么知道 你突然这么大声做什么,惹你的是成一念,又不是我 当初,他发那条朋友圈之后,我就该去找他的 是你,是你说他这是欲擒故纵 是故意这样,想让我主动找他回来 你说,让我不要去找他 让我忍住,现在好了 他去了我的死对头那边了 你知不知道,他手上还有0120%的股份 我怎么知道 他会去你对家,你现在凶我做什么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不是你自己也一直担心成一念会拿捏住你吗 是你自己总是让我跟妈妈给你出主意 你哭什么,别哭了 你不是说,当初他给过你对家那个老总难看吗 他居然还会收成一念 你对家那老总脑子也有病 你为了两个有毛病的人凶我 沈兴月去洗手间刚回来 就听见两兄妹在吵架 你不是主意最多吗 你快点再想想办法 怎么才能让成一念回来 成一念不仅手里有20%01股份 而且公司 许多客户还有代理商 甚至还有些供应商都是成一念谈的 如果成一念一旦投到对家公司 那01就有危机 沈兴月听到林湛的话 他苦自强 他终究还是想让成一念回到他身边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沈兴月压住自己的怒气和委屈 林总,曼曼,你们怎么了 没什么,回去吧 回去做什么,还没有吃饭呢 家里饭不能吃吗 我不回去 妈做的饭没有成一念的好吃 你要气死我 曼曼,别难过了 你哥也只是在气头上 快别哭了,装都哭花了 别跟人哥闹脾气了 你哥他每天工作可累了 今天还特意抽时间陪你逛街 你应该体谅他的 听到沈兴月去林湛 林湛心里易软 兴月虽然没有成一念漂亮 没有他有能力 但是他够温柔 跟我的家人相处得更好一些 他心里矛盾又纠结 一边放不下成一念的美色 还有能帮助他稳固事业的能力 一方面又想享受着沈兴月的 撕水柔情和善解人意 兴月你真的是太好了 你这样温柔 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 为什么非要找那个成一念 他们才是一对 我不管 我才不会认成一念那个嫂子 我只认你当我嫂子 林湛气呼呼吾放下狠话 我要是拿不到那20%股份 以后你也别再想要零花钱了 你拿不到股份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你没本事 林湛最讨厌别人说他没有能力 他直接把水杯砸到地上 你嫌弃我没能力 你立刻给我滚 阿湛 妈知道你累 但是你不能拿你妹妹出气啊 妈 你不知道那个小贱人 竟然跑到哥哥死对头公司上班了 什么 他是不是不打算 再进我们林家的门了 我不相信他这么容易就放弃你哥 他跟在你哥身边这么多年 又跟你哥一起把公司撑起来 他那么爱你哥 怎么担心就这么放弃 他应该是故意在跟你哥闹脾气 而且就他现在那模样 谁还会要他 妈 我觉得你说的对 他所仰仗的 不过就是手里那百分之二十的零一股份 他故意去你哥对家公司 就是想让你哥着急 让你哥跟他低头 现在就是要看谁能抗得过谁了 要不然这样 慢慢 你去给程一念打个电话 叫他回来 也算给他台阶下了 我还不信他不回来 问啥我要给他打电话 他不回来就算了哼 反正他迟早要回来 你看你哥现在都着急了 你就打一个 你不打 难不成要你妈我豁出老脸打吗 他程一念有这么大的脸 我要是打了以后他还会听我的吗 好那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 让他回来 反正现在家里也没有人做饭 等他回来了 我们再好好收拾他 逛完间回去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程一念一进门 就看到 斯秦莫坐在沙发上 晚上你没有坐我的车回来 所以 今天的油钱 你不用给了 斯总可真是大方 斯秦莫看着程一念今天新买的衣服 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我见的美女不少 可是此刻我还是被迷惑了 你看什么呢 你喜欢衣服 可以刷我的卡 不用买去年过季的衣服 你这样 好像我给不起自己妻子一件衣服 斯总要是没什么话 我就回房间了 回到房间后 程一念手机突然响起来 你好 我是程一念 程一念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回不回来 呵呵 跟你没话说 程一念 我告诉你 你再不回来 以后就没有机会回来了 我哥就会跟新月姐在一起了 那我祝福他们 程一念 你别再玩这样的把戏了 我们可不吃这一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一个小时之内回来 会在门口跟我妈认错 再发朋友圈和微博 承认那天是你陷害新月姐 只要我妈和新月姐姐原谅你了 你就可以回来住了 只要你把我妈和我照顾好了 你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 听着林曼这一番 自以为是的话 程一念扑斥一声笑了出来回去 还要给你们下跪 林曼白日梦 做起来比较香是不是 要不 你怎么这么喜欢做白日梦呢 我给你妈下跪道歉 还承认自己陷害沈新月 你是喝了多少 才能说出这样的婚话来 你还是快点洗洗睡吧 梦里啥都有 程一念 你还在强称什么 今天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不照做的话 你就别想再嫁给我哥 那可太好了 感谢你哥的不取之恩 一念 别再闹了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有多累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新月和平共处 新月是你的继妹啊 你们也是好闺蜜 现在为什么要这样闹 而且你跟她也没有什么可真可比的 你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秘书 没有什么关系 快点回来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林湛 你是耳朵有毛病 还是脑子有毛病啊 我说过那么多遍的话 你是听不到 还是听不懂 我跟你结束了 而且 我已经结婚了 林湛和林曼 居然在里面给程一念打电话 明明昨天碰到 程一念她态度 已经很差了 他们还要联系 之前林曼都是一直向着自己的 难道现在 也要向着程一念了吗 林曼当初可是跟她说 只认她一个人当嫂嫂的 现在就变了 原来靠谁都没用 一切都是假的 只有靠自己 程一念不是渴望母爱吗 白锦绣就是最好的棋子 那我就让程一念 永远也得不到母爱 蔓蔓 尝尝我给你泡的咖啡 谢谢新月姐 林总 前几天 我看到一念的朋友圈 说自己结婚了 我当时还以为她故意气你的 可是昨晚她那个朋友 也说她结婚了 她 她是不是因为误会了我们 所以 随便找个人嫁了 如果 如果她嫁得不好 那岂不是我们害了她 林战看着这样子的沈新月 心底化成了一滩水 新月 你真的是太善良了 她都那样害你了 你还处处为她着想 一念是我的好朋友吗 她怎么配当你的朋友 她做事太极端 又不懂得示弱 说到这 林战叹了一口气 她若有你一半的温柔就好了 看着林战 最后那迷茫又遗憾的表情 沈新月就知道 她还是想念成一念 一念那样其实更好 不会想太多 也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活得比较轻松呢 像我这样的人 活得就比较累一些 是啊 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那就是自私 她就是太自私了 她口口声声说爱我 现在也不管我累不累 就这样跟我闹脾气 故意气我 她没有结婚 只是发了个假结婚证 还有找了一张电视剧截图 故意气我的 所以 新月你不必有心理负担 觉得你对不起她 你并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 林战话里话外的 还是把我当成外人 把成一念当成自己女朋友 看来我还得再烧一把火 让林战彻底的讨厌了成一念 原来她只是闹脾气啊 那就好 那林总哄哄她吧 如果需要我出面解释的 就找我 我先出去忙了 就不打扰你们兄妹说话了 站在林战家门外 沈星月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脸上早已没有了 面对林战时的温婉可人 全是怨毒之色 我不仅要让林战彻底的厌了成一念 更要让林战心疼我 继而爱上我 那天我在酒店里的样子 被许多人录了视频 现在他们还私下在传呢 不过倒是没有人敢发到外面 应该是林战插手了这件事情 才没有传出去吧 可是这个东西 如果一直没有传出去 就会像个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我总是会担心 什么时候会传出去 倒不如现在就传出去的好 如果是成一念将这视频传了出去 再极尽地往他身上泼脏水 林战和白锦绣 一定会对成一念很失望 很厌恶吧 林战和白锦绣 可是最喜欢同情弱者的 他们之所以现在 总是跟成一念闹不愉快 就是因为成一念不会侍入 到时候 我可就是弱势一方 是被成一念害的一方了 林战和白锦绣 一定会更心疼我 林战和白锦绣 一定不会看着我被成一念害的 他们会给我主持公道的 我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便会替我 把成一念定在耻辱中 沈兴月冷笑一声 给一个曾经跟他关系 还不错的女孩打了电话 但是后来陈康玉去世 白锦绣嫁给沈自山以后 沈兴月的身份有了变化 他便不再跟笑笑当朋友了 他有些瞧不起笑 两人的关系慢慢也就淡了 笑笑 你能把那个视频传给我的一下吗 什么视频呀 就是那天在酒店 你拍我的视频 哇 我没有拍 我看到你拍了 如果还想在林一服饰干下去的话 就传给我 我当时拍《生兴月》这份视频 一方面是起身兴月地歇并爱抚 自己俯悠了 就敲不清我了 不当朋友也就学了 可是他还总是命令年了的超风 另一方面 如果有一天 我混不下去了 就拿着视频来违宴生兴月 但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利用这份视频 来威胁孙兴月呢 非当兴孙兴月先威胁了我了 好 我出来给你 你保证让我好好留在林一服饰工作 放心吧 我不仅保证你留在这里工作 我还会向林总敬言 让他给你升职加薪 沈兴月用电脑将视频剪辑了一下 前面他发浪的部分全部剪掉 而林战护着他的部分全部留下 然后在微博上面注册了一个小号 他才将那个剪辑好的视频发了出去 并且已成音乐的口吻 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博文 一条微博在网上激起千层浪机上级 沈兹山带着白锦绣 来到成一念的公司 不分清红皂白的上来就是一巴掌 成一念 你怎么这么过分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你为什么这个恶毒 你都在微博上面发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害心悦 他到底怎么你了呀 这一巴掌把成一念打梦圈了 不明所以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一位同事赶紧把手机拿给成一念看 一念热搜第一条 那个是谁发的啊 是以你的口吻发的 你别跟我装糊涂 微博不是你发的 也只有你心地这么恶毒的 才能发出这样的话来 我害他 我要害他 发视频的时候 肯定不会打马赛克的 成一念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心悦是你的继妹 曾经也是你的好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对心悦 我怎么就生出来 你这么个玩意儿出来 呵我也想问 你这样被白莲花耍的 团团转的智商 是怎么生出来我的 要不我们做个亲子鉴定吧 也许我根本不是你女儿 你就是这样跟自己妈妈说话的 成一念 你看看你爸把你教成什么样子了 没有教养 是啊 我有爹养 却没娘教 怎么会有教养呢 我妈着急教养别人的女儿呢 哪有空教我 好了 锦绣 说正事 潮有什么用 成一念 你做出这种事情了 伤害了心悦 你必须补偿心悦 你把你手上 零一服饰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转给心悦 然后再发微博 向心悦道歉 只要心悦肯原谅你 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原来还是打我那百分之二十股份的主意 那你还是跟我计较吧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不打算给他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也不打算向他道歉 所以 你还是跟我计较吧 成一念 你不照做事吗 那以后就别想我再认你 我知道我这个女儿有多在乎我这个妈妈 也知道她有多么渴望母爱 无论什么事 只要我一说不认她了 她瞬间就妥协了 巧了 我正好也不想认你 成一念 你是长大了 翅膀硬了 不需要我这个妈妈了是吧 你们立刻跟我滚 否则我就叫保安了 是你自己说不想再认我了 我顺着你的意思也有错 气死我了 白锦绣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你不说你好女儿 什么都听你的吗 丢死人了 回家 成一念看着她们离开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沈兴月真的很了解我 不 应该说很了解前世的我 她知道我在乎灵战 渴望母爱 她就用这样的苦肉计 让她失去母爱 失去灵战 所谓杀人诛心 莫过于此 沈兴月 我本打算放你一马 没想到你自己发自己不堪的视频 那我可得成全你 不能让你失望 前世成一念记得 灵衣服饰有一个叫笑笑的 这个笑笑 在她遭遇酒店那一切的时候 在所有人都嘲笑她的时候 是这个女孩给她披了一件外套 也算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姑娘 因为一次的帮助 笑笑最后被沈兴月害的最后 去酒店当陪酒女了 这个笑笑就是最好的突破口 第二天 成一念开车来到乡下笑笑的老家 凭借前世的记忆 发现一位坐在村口的大汉 就是笑笑的父亲 叔叔 您好 我是笑笑的朋友 我叫成一念 哦 是笑笑的朋友 姑娘你也是在灵衣服饰上班的吧 我们家笑笑是个实心眼的孩子 在公司还请你多多照顾她一些 笑笑天黑才下班 刚一进屋 探见成一念一阵惊慌 内心充满了愧疚 我今天开到网上微搜地死聘 没想到 孙兴月为了搭击成一念 对此去怎么哼 笑笑回来了 这品是你拍的吗 什么拍的 我当时拍死聘 也只是一次谈恋 成小剑 我没想过要喊你的 我没想到 孙兴月怎么哼堵 这丫头从小就坏 成一念的记忆再次会有了解释 我身边没有任何朋友 只有沈兴月愿意跟我说话 我自己学生时代很不受欢迎 甚至还遭受了霸凌 当时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他们突然就讨厌我了 直到后来我参加同学聚会 我躲在厕所的隔间 决定搞清楚 闺蜜到底在背后 跟同学们说了我什么 才让他们那么讨厌我 很快笑吧 走了进来 成一念听着他们的对话 这个成一念还是跟之前一样 只要新月的东西 他就想要 想学他 对呀 不仅这样 还勾引别人的男朋友 上学期间 临战明明跟新月一对 可是这个成一念飞扬 横插一脚 最后把人家男朋友抢走了 新月还是脾气好 这样了还跟他当朋友 好心疼新月呀 我当时听了满脸震惊 没想到自己最要好的闺蜜 这样造谣自己 陈小姐 没想把你走得那么多威趣 你说吧 需要我组什么 我等会去组地 你死我顶人了 我也想有机会保人了 好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去工作的 等这事情办成 我会给你一份更好的工作 办完所有事 成一念回到家 刷着微博 看到热搜又多了两条 替天行道 报答小三 感谢大家 但还请大家理智 成一念点开审星月发的一个视频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最近对我 还有我好朋友一念的关注 也感谢大家替我叫去 可是我还请大家理智一些 不要做过激的事情 其实 其实一念他误会我了 我并 没有想跟他抢林总的意思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一念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喜欢的男人 我绝不会跟你抢的 纵然林总他对我 说到这里 沈星月哽咽了一下 然后摇摇头 没什么 没什么的 你喜欢的 我不会要的 就像小时候一样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全部都会给你的 一念 我们还是朋友对不对 我跟一念还是好朋友呢 还请大家冷静一些 不要再攻击一念了 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受到伤害 感谢大家 网友看到沈星月的视频 对成一念辱骂更厉害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恶心的女人 随后林战给成一念打了电话 一念 你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 从前你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怎么这么小心眼又自私呢 你那样的视频一发出来 你让星月还怎么作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狭隘呢 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恶毒 你再也不是我从前认识的一念了 成一念冷笑 随即挂断了林战电话 你还真把沈星月保护得好呢 成一念心烦意乱 约了莱茵莹在咖啡厅 念念 你没事吧 那个沈星月太不要脸了 我擦 我真的快要气死了 好想去撕烂她的脸 生什么气 为那种人生气不值得 这种人太特么能装了 比塑料还能装 她一笑爱装圣母 不过她得意不了多久了 你有想法了 我需要你帮忙 你帮我准备一个采访 你有主意了 既然你有主意 我就去准备 到时候给我撕了那绿茶的脸 成一念大概把计划给莱茵说了一遍 可以 可以 你这办法很可以 不过 你怎么让那个笑笑和那个李楠听你的呢 我有我的办法 你就给我准备好直播采访吧 放心 我从现在就开始给你那个直播预热一下 到时候让尽可能多的人都来直播间 看你打脸绿茶表 当然 那些键盘侠我也不能轻易放过 当键盘侠不好好当 还跳出来替天行道 那我就让 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道 喂 陈律师吗 我要起诉那位微博叫枝子花的女人 我本来只打算拍你们个牵手画面的 没想到 你们竟然亲起来了 哈哈天助我也 成一念把这些画面都保存起来 然后走到这两个人身边 打扰一下 你怎么在这里 我当然是等你们了 李楠 我想找你帮个忙 我凭什么帮你 成一念把自己录的视频 在李楠眼前晃了一下 当然凭这个 你录这个做什么 删掉 立刻 马上 要我删点可以 得答应我的要求 如果我不答应呢 那我不能保证 这个视频什么时候 会传到你哥哥的手机上 或许明天 或许下一刻 这个视频 我放在邮箱里设置了定时发送 如果你现在答应我的要求 我便取消定时发送 你若对我做了什么 三天后 视频一样会发送过去 你哥的脾气 你应该是了解的 如果他知道 你染指了他的未婚妻 会怎么收拾你 哦 不是你们 或许 你有你父母护着 可是他呢 你不为他着想一下吗 你什么要求 说 帮我拿到沈欣月 当时给你们发消息 约你们去酒店的消息截图 你们所有朋友的都要 还有 以灵战朋友的身份 站出来 指证灵战和沈欣月 平时就勾勾搭大大 我那天跟灵战吵架了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我站出来指证 可信度不高 人家会怀疑我是蓄意报复的 那你就找一个可信度高的出来指证 或者让所有人都站出来指证 我上哪找 我相信李少有这样的能力的 好 我替你找 那就多谢了 事成之后 我会送李少一份大留 处理完这些事 陈一念给盈盈打了一个电话 盈盈 我准备好了 就定在明天 第二天 陈一念一大早来到蓝盈盈的工作单位 化裸妆 化淡点 要心机的那种 哼 看看沈欣月那绿茶那天化的妆 真是个心机女 一定要把我朋友化的 比那心机表化的更漂亮一些 一切准备就绪 陈一念刚坐在摄像机前面 直播间的弹幕就飞快的刷起来了 哇 这个小姐姐是谁啊 好漂亮 这个美女是谁啊 不是说是直播采访那个恶毒女成一念吗 就是啊 当初宣传的时候 明明说好的 采访恶毒女的 我们都是来看那像个智掌一样的恶毒女 怎么被喷死的 可不是来看美女的 妈呀 这些脑残到底都是哪来的呀 我们念念哪恶毒了 她们的脑子里全是屎吗 说什么气 今天不就是替你鬼秘出去的 陈一念小姐 对于网上说你恶毒针对你继妹 还给你继妹下药陷害她的事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卧槽 不是吧 这个女人是陈一念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 这个陈一念竟这么漂亮 天哪 其实我想说的是 那个男人是眼瞎了吗 为什么不喜欢这么漂亮的陈一念 要喜欢她的精美 这陈一念一看就是花瓶一个 人家灵总可是灵一的老总 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花瓶呢 就这么恶毒的女人 长得再漂亮 也当不了女主的 陈一念你快死心吧 沈兴月坐在沙发上 正在观看着直播 重一念 我看你这一次怎么翻盘 对于网上这件事情 我有两点要说 第一 网上那条视频不是我发的 我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好心 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 看吧 看吧 她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是好人了 如果 这条视频真的是我发的 以我对沈兴月的憎恶程度 我应该不会给重点部位打马赛克 更不会给视频进行美颜 如果真如博文说 的那样 我就是为了让沈兴月去丢脸的 我又何必打那样好的马赛克 真是一点没有漏 不不不 我觉得陈一念就是狡辩 如果她不打马赛克的话 这视频肯定发不出来吧 陈一念小姐 大家都说 如果不打马赛克这条视频发不出来 你应该是为了能发出来 不得已打的马赛克吧 你怎么说 就算马赛克是我打的 那我何必要给她美颜 她不是越丑 不越开心吗 这倒是 另一点就是 灵战本来就是我未婚夫 我又何必再去抢 而且 那天 如果真是我给她下的药 那我又怎么会叫灵战来呢 她是我的未婚夫 我让她来看别的女人 我傻吗 虽然这个视频里 只出现了灵战和沈兴月 其实 那天现场除了他们俩 还有许多人呢 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让在场的人来说说吧 许多在场人 呵呵了 怎么可能有人给你成一念作证呢 那天在场的 要么是灵战的好兄弟 要么是灵一的员工 灵战可是警告过所有人了 这件事情 她已经插手了 所以 那天的那些视频和照片 才没有流传出去 不可能再有人给她作证了 锦绣和沈子山 从公司回来看到 沈兴月 锁在沙发上哭 兴月 你怎么 怎么在哭呀 你跟阿姨说说 锦绣阿姨 为什么一念这么恨我 为什么她总是想毁了我呢 我们明明从前是朋友了 她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成一念又欺负你了 没有 都是我不好 是我惹她生气了 你告诉阿姨 她到底怎么你了 算了 我不想说一念的坏话 就当是我 是我欺负了她吧 说完 沈兴月快步上楼 回到房间掌手机 继续看直播 他们只是不愿意在网上 这样乌烟瘴气的地方说话 所以 今天 我将他们请来了现场 来为我做个见证 话音刚落 笑笑还有林湛的一个好兄弟 走了进来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在场 包括我 那天 是沈兴月小姐发微信 请我们去给林总过生日的 并不是陈小姐叫我们去了 那天 我们一到那里 陈小姐根本就不在 只有沈兴月小姐 在床上各种的摆pose 那个视频就是我拍的 我从来没有发给过任何人 我承认 当时我是想拿这个视频做坏事 可是我到底还没有做 是沈兴月小姐 主动向我要这个视频的 这个视频 除了我 就只有沈兴月小姐有了 所以 微博上面那个视频 肯定不可能是陈小姐发的 因为陈小姐 不可能有这个视频的 此话一出 坐在电脑前的沈兴月 浑身颤倒 见女人 见女人 你居然想出卖我 我定会让你后悔的 笑笑小姐 请问你跟陈一念小姐熟吗 我只知道 陈一念小姐 是我们公司林总的未婚妻 我们都没有说过话 其实那天是林湛的生日 而林湛是我的未婚夫 如大家所知 那个时候 沈兴月跟我还是好闺蜜呢 她说 帮我给林湛制造惊喜 所以 她帮我布置酒店 让我跟林湛过二人世界 可是 她却请了林一所有的员工 还林湛的那些好兄弟过来 所以 那天那些其实是沈兴月 给你安排的事吗 所以 其实是她想嗨你 想让你申办明月 我们湛哥跟陈一念 本来就是未婚夫妻 俩人在一起多年了 我们湛哥 还经常跟我们炫耀 她预期有道 说陈一念 有多听她话 不过后来沈兴月 当我们湛哥的秘书以后 她就经常跟我们湛哥在 起了 平时我们湛哥 跟我们一起喝 久的时候 她也会跟着 虚含问暖的 你说说 一个秘书 下班了 还需要那样贴身跟着吗 其实说起来 我一直觉得 就是她想勾搭我湛哥 感谢你们 不惧强权 敢于说真话 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你们是正义使者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 谢谢 都是小事 我们只是实话实说 你不必这样 这边沈兴月看完直播后 开始给林湛打电话 林总 明天我不去上班了 我很抱歉 还没有给你培养出来一个 能让你满意的新人 林湛没有看直播 最近在准备新品发布会 根本没有时间关注这些 怎么了 兴月 林总 我真的 真的想一直留在你身边 跟你一起工作 因为 我真的怕别人不了解你的习惯 让你生气 可是现在怕是不能了 上次我已经鼓了很大的勇气才去的 这一次 我真的 真的没有勇气再去了 所以 就算我自理吧 工资我也不要了 就这样吧 我挂了 兴月 到底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会帮你 林总 一年她之前在网上发了那样的视频 已经让我没脸了 现在她居然开直播说 那视频是我发的 还请了你的那些好友们 为她作证说是 我想害她 可是我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林总 你的那些朋友们 为什么要去给一念作证啊 我的哪些朋友们 他们也上了直播 他们帮着程一念诬陷我 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听一念的话呀 我知道 一念比我长得漂亮 大家都喜欢漂亮的 自然也会帮她 算了 谁让我没有她漂亮呢 他们帮程一念作证陷害你了 嗯 一个个都很没户一念 我看一念 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其实一念诬陷我没关系的 我不在意 我只是担心 她为了陷害我 而走了弯路 被那些男人们给 什么 沈星月的意思 就是程一念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为了陷害星月 用自己的身体 跟她的那些好兄弟们做交易 我跟程一念交往这么多年 还没有碰过她呢 怎么她的那些好兄弟们 就跟她有了关系了 林战坐不住了 约了程一念 在她爸爸的墓地见面 程叔叔 您看看你女儿 现在有多堕落 为了报复星月 竟然联合我的好兄弟 开直播造谣星月 明在天显显灵 我真的不明白 星月到底怎么你了 你要那么针对她 你不惜出卖自己的身子 也要让星月身败名裂 你到底图什么 程一念 听到林战术的话 冷冷一笑 你们这对狗男女 还真是恬不知耻 你还好意思来我爸爸的墓前 既然你已经做了那样的事情了 你再想回到我身边是不可能了 我绝对不会要一个 不干净的女人 沈星月一舞完毕 把林战迷的神魂颠倒 林战对沈星月更加心疼 星月 我没想到程一念这么恶毒 竟然不顾及你们姐妹勤奋 直播造谣你 林总 我没关系 我不怪念念 念念那么善良 一定是有人诱导念念这么做的 你的意思是 蓝莹莹 你念念的性格 她最不喜欢把家里的事情 拿到外面去说 如果不是有人叫唆 来破坏我们的关系 我想念念 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蓝莹莹你这个小贱人 我收拾不了程一念 我还收拾不了你 林战看着沈星月 楚楚可怜的样子 直接去车来到蓝莹莹家 你是什么人 在这里做什么 林战从黑暗中走出来 站在蓝莹莹面前 把程一念叫出来 我有事问她 你不是约了一念了吗 怎么灵少又来我这里找她呢 告诉我 程一念在哪里 有本事 你就自己找她老公家里找去啊 蓝莹莹 你别忘了 曾经星月也是程一念的好闺蜜 现在程一念去那样针对星月 也不知道星月是怎么得罪了她 你现在这样维护她 你就能确定 自己以后不是下一个沈星月 我当然不会是下一个沈星月 至少 我不会去抢闺蜜的男人 更不会极度闺蜜 是程一念跟你说的 说星月跟她抢我 她就是小心眼 星月是我的秘书 跟我一起工作 她就极度 现在居然做出那样的事情 来害星月 还说你们没有一腿 那你身为念念的未婚夫 为何处处护着沈星月 我只是帮你不帮亲 我对程一念不够好吗 不让她上班 养着她 她还要怎样 你所谓的不让念念上班 就是让她在家里当保姆吗 还是那种米其林厨师级的保姆 像这种保姆工资可都很高的 你一毛钱不给念念 你们全家住在她爸爸给她买的房子里 让她给你们当着免费保姆 你现在还有什么脸站在这里说 你养着念念的 哦 对 你不仅不给念念工资 你们全家的吃喝拉撒 还全都花她的钱 听到蓝音音说这些 名占心里恨恨的 这些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跟你解释不着 你和程一念 必须去给星月道歉 你们为了报复星月 可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把一个好好的人逼成了什么样子 跟沈心月道歉 你没事吧 全世界都知道是沈心月对不起念念 结果你还让念念去跟沈心月道歉 还说什么帮你不帮亲 我看你是帮茶帮表 不帮自己未婚妻 真他妈的 念念当初怎么看上你这个凤凰男的 安小姐 我今天来不是想跟你吵架 请你说话注意一下措辞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 我可从来不喜欢跟脑残吵架 麻烦嚷嚷 别挡在我家门口 没有什么事情 林总请你离开 否则我会报警 蓝音音转头跟他男朋友说 你快回去吧 有一个这样危险的人在你门外 我不放心 今晚我陪你 承一念回到家 坐在阳台上出身 是因为灵战出馆 所以你来墨兰轻衣 为了报复灵战 记住我们的约定 别管我的事 说完 承一念转身回到了房间 可是 你的事 我就算不管 也莫名的想知道 第二天 承一念刚到公司门口 就围上了两个人 思琴末将承一念护在身后 承一念 对不起 之前是我们错了 我们在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之前 就在网上辱骂你 我们是被沈星月骗了 我们想你道歉 请你不要起诉我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也只是被沈星月荡枪使了 我们并不想那样的 请你撤诉吧 不要告我们了 我们都还是学生的 如果你告了我们 我们后半辈子就毁了 所以 你们来请求我的原谅 只是怕自己的后半辈子就毁了 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 你们还会如此处理的吧 不会了 不会了 我们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求你了 你就撤诉吧 你们该是看过我的那个直播采访了吧 我在镜头前就说过了 我不是一个好人 从来都不是 所以 我不会撤诉 都怪你 当初我就说 悄悄录个视频 把他的住处挂到网上就算了 你又来怪我了 当初我提议替天行道的时候 你们也都赞同了呀 当时你们不也想火一把吗 你们不也想当网红吗 现在出了事 一个个都又来怪我 算了 算了 拆伙吧 你真打算起诉他们吗 嗯 他们之所以要做那样的事情 绝不是替天行道 为了正义 他们只是想红而已 现在太多人想红都想疯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根本就不管什么礼仪廉耻 什么事实真相 这一次 他们对我倒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我起诉他们 顶多给他们一个教训 可是如果我现在要是不起诉他们 以后他们为了红 再做出更多那样激烈的事情来 或许真的要吃官司了 这一次新品发布会的设计稿 为什么还没有交上来 催设计稿的不是我 是交给程一念了 我不管交给了谁 今天下班之前 我必须看到设计稿 好 好的 我马上去催 那个程一念办事就是不牢靠 他都去催了好几天了 还没有拿到设计稿 是程秘书的工作 自然让他自己去做 不过 他从到咱们秘书办 就一直是你在带他 你也有督促之责 刘雅从明月办公室出来 立刻冲着程一念冷声道 程一念 你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你去设计部催稿子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催到 别坐在这里了 现在 马上 立刻就去催 今天下班前 必须把稿子拿上来 严经理 这一次新品发布会的设计稿 为什么还没有交上来 明月姐刚才说了 今天下班前必须交上来 应该是思总下了最后通牒了 严经理自己看着办吧 今天下班前 好 我们尽力 不是尽力 严经理 是必须今天交上来 好好好 知道了 秘书办的程秘书在你们设计部 你们换好了交给程秘书 让他拿上来 到了下班时间 设计稿还是没有全部交上来 严经理只能亲自打电话给林月 好 没关系 思总那边我会帮你们说话的 你们也不用操 林月就是故意这样 自己说不及 而让程一念一直去催 让设计部的人都讨厌程一念 因上次说林月走楼梯的事情 田月跟程一念闹得不愉快之后 田月就一直挺烦程一念的 设计稿在这里了 也不知道你催个什么劲 人家林月都说不及了你还催 可真行 之前还说什么自己不及 都是上头让催的 现在我才看清 分明就是你自己着急 想表现自己呢 害得我跟你一起加班 你加班是因为我吗 难道不是因为 你只是个设计助理吗 你若是一位设计师 也跟他们一样 早早下班 第二天 刘亚早早在办公室等成一面 你把设计稿赶紧拿给林月姐 在平时 刘亚都是自己拿给林月的 她一向喜欢在林月面前表现的 今天倒是奇了怪了 成一念将包里的文件全部确认一遍 没有问题后 成一念掏出手机 将这些稿子录成视频 然后拿着手机和文件夹 去了林月办公室 这期间 成一念也没有关掉录视频功能 林秘书 这里是这一记新品的全部设计稿 好的 我收到了 你出去吧 这林月怎么对着我笑得这样甜 他们肯定有问题 成一念偷偷把打开录屏的手机 放在林月办公室 出门后 成一念从视频看到 林月居然从刚才自己给她的 赖的文件夹里 取出一张设计稿 然后 将自己桌上的咖啡杯端起来 朝着那张设计稿上到去 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林月 居然要这么害别人 成一念迅速把视频保存好 回到自己的工位 成一念 司总找你 成一念放下手里的工作 起身朝思琪墨办公室走去 呵呵 成一念 你跟林月姐争 还嫩了点 今天是你在墨兰轻衣工作的最后一天 刘雅伸手把成一念桌上的一盘发财术拿起来了 小声嘀咕道 反正以后也用不着了 司总 您找我 成秘书 你作为秘书 能不能有一点常识 什么常识 你知不知道一个服装公司 设计稿对公司来讲 有多重要 你居然这么不小心 或者说 你是故意的 林秘书在说什么 成秘书还要装作不知道 你看看 你把这份设计稿弄成什么样子了 这还怎么用 成一念垂眸看去 只见文件夹里 赫然有一张被咖啡交过的设计稿 设计稿上面的图被咖啡求的 连大概轮廓都看不太清楚了 原来林月不是跟别人有仇 而是跟我有仇 她毁这张设计稿 就是为了嫁祸给我呢 难怪 我一到办公室就觉得不对劲 优雅不对劲 林月也不对劲 不过 林月肯定想不到 我开了手机录了视频 把她的所作所为 全部录下来了 林秘书凭什么说 是我弄的 不是你弄的是谁 这个文件夹除了你接触过 没有经过别人之手 难道严经理会自己毁了设计稿 他是不想干了吗 林秘书不也经手了 成一念 你知不知道我在公司多久了 我又有什么样的动机 去毁公司的设计稿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成秘书倒是有动机 去做这样的事情 毕竟成秘书可是 林一服侍总裁的未婚妻 在两家公司马上要上新品 要开新品发布会的时候 来这么一出 就是想让我们墨兰轻衣 输给林一服侍是吗 这林月的逻辑思维能力 还真是强啊 如果我今天没有视频 恐怕就要被他冤枉死了 不过这会儿 我也不急着拿出视频 我就是要看林月好好表演 他此刻演得越多 等看到证据 他才能死得更惨 林站这边 因在莱茵营那边吃扁 喝了不少酒 独自在路边唱起了歌 有种生物叫渣男 谁他们遇见谁心烦 喜欢泡妞不花钱 你说也蛮就也蛮 等沈兴月赶到时 看到林站可怜兮兮在路边 沈兴月没有着急过去 而是花了小妆 还特意把衣服往低落了 林总 你怎么了 天啊 怎么这么憔悴 我送你回家吧 兴月 我不想回家 诚意念为什么这么对我 他狗屁朋友又为什么那么对我 骂我渣男 你说哪个男人能从一而中 我跟诚意念说 我只是拈花惹草 但是都是逢场作戏 我最后还是会娶她的 她为什么不能感恩戴德 呵呵 逢场作戏 我就看看你是真的逢场作戏 还是对我动心了 沈兴月一把把林海拉进自己的面前 林站看着沈兴月漂亮的脸庞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燥热 刚要亲下去的时候 林总 不可以 我不能伤害念念 我干脆去死好了 男人身体最诚实了 我可不能让你那么容易得手 我必须要把诚意念踢掉 彻底取代她的位置 为了不让林站得手 沈兴月突然蹲在地上委屈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 傻瓜 怎么办 念念一直这么误会我 该怎么办 没关系 你没有诚意念这个好朋友 你还有我呢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的 完事后 林站将沈兴月送回家 在车上 沈兴月故意全脚往上了 林站瞬间看直了眼 到沈兴月家后 林站依依不舍看着沈兴月 她在这里下车吗 难道不准备上楼喝杯茶吗 林总 那拜拜 你早点回家 林站有点恋恋不舍 迟迟不肯离开 你家附近很漂亮 很好耶 我觉得跟林总在一起更好 什么 可是我们之间很复杂吧 说完沈兴月靠近林站 我今天想诚实一点 然后沈兴月点起脚尖 轻微林站脸颊一下 林站瞬间脸红 心脏快到挑出屏幕外面 谢谢你送我回家 小心慢走 与此同时 林月这边一直抓住沈 林念所坏设计本的事情 在思琴末本公司争吵 成秘书没话说了 那我说的就是事实了 许一 你把严经理叫来 司总 您到现在还要保他吗 严经理在咱们墨兰青衣 做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出现在这样的纰漏 难不成 您是要为了成一念 把这责任推给严经理吗 林秘书事情还没有查 你就确定是成秘书的失误 未免太武断了 他那不是失误 根本就是故意的 在墨兰青衣 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也不会姑息任何一个 损害公司利益的人 很快 严经理来到司琴末办公室 也不知道司总找我什么事 可别说错了什么话 严经理 你看看这个 解释一下吧 严经理接过文件夹 看到那张被咖啡浸泡过的设计稿 他手猛了一抖 脸色瞬间惨白如指 怎 怎么会这样 这张是 是Ada的设计稿 Ada并不是公司的设计师 人家可是国际最著名的设计师 And的徒弟 严经理 所有设计稿之前都保存在你们设计部 今天早上才交到林秘书手上 林秘书说 他拿到稿子的时候 稿子就是这样啊 你们设计部是怎么保存的设计稿 他们这分明就是要把责任 推到严经理身上 这个诚意念到底有什么好 为什么每个男人都向着他 严经理 我们都知道 你们设计部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纠漏 现在也不是在问你的责 只是 想查清楚到底是谁把设计稿 弄成这样了 你说说情况吧 司总 这设计稿之前在我们设计部保存着 我一直都是锁在柜子里的 我保存得很好 昨天秘书办说是要交设计稿 零下班前 我才将这稿子拿出来 跟我们设计部的其他稿子放在一起 准备交到秘书办来的 我放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司总 您听到了吗 这稿子是严经理交出以后才弄成这样的 这中间除了经过成一念的手之外 别人谁的手都没有经过 不是 林秘书 这稿子还经了我们部门的设计助理田月的手 昨天还有几位设计师的稿子没有交上来 我下班还有事 就把稿子交给了田月 让他把所有稿子整理好 再交给秘书办得成秘书 后来的稿子为什么会这样 我真的是不知道 交那位设计助理也过来 严经理立刻打电话 叫田月来私勤末办公室 天哪 我一个小小的设计助理 竟然要见公司老总 是觉得我最近表现得特别好 是要给我升职加薪了 或者是司总看上我了 司总一直没有给林月总裁电梯 或许是不喜欢林月那一类的 不正好喜欢我这一类的 经理是 是司总找我吗 真的是司总找我呀 司总有些话想问你 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田月点了点头 然后悄悄抬头看了思琴墨一眼 田月的脸微微一红 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肖想司总 他一个设计助理也配 田月助理 我来问你 昨天你教你们设计部的稿子 给成秘书时 设计稿是完好的吗 你可要想好了再说 如果说错了 替别人担了责 就别怪公司对你无情 田月茫然的看向严经理 田月 昨天 我昨天把放了设计稿的文件 加给你以后 你又没有把什么东西 撒到设计稿上面 没有啊 你确定没有 那你能不能确定 你把设计稿交给成秘书的时候 然后设计稿都是完好的 田月一听严经理这话 一下子就明白了 设计稿肯定是出了问题 田月的目光下意识地 朝着此刻放在桌上的文件夹看去 正好看到一张被咖啡禁过的设计稿 我把设计稿交给陈秘书的时候 都是完好的 这个不是我弄的 是陈秘书 肯定是他弄的 对 一定是陈秘书弄的 昨天我把设计稿交给他的时候 已经下班了 他又不想走路上去37楼放稿子 便把设计稿带回家了 肯定是他在家里把设计稿弄成这样的 他在家里没有喝咖啡 思琴默话一出 所有人看向他 思琴默轻咳了一声 陈秘书是没喝吧 是没有喝 所以这并不是我弄的 陈秘书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不是你弄的 你意思就是说是我弄的啦 思总 这不是我弄的 真的不是我弄的 我交给陈秘书的时候是好的 一定是陈秘书弄的 陈秘书看了田月一眼 田月狠狠地瞪了陈秘书一眼 确实 这个不是田助理弄的 这件事情不关田助理和严经理的事 让他们去工作吧 陈秘书这是承认 这设计稿是自己毁了的 严经理 带你们部门的人先回去工作 走走走 快走 严经理和田月一进电梯 那个陈秘书人还真是不错 没有把责任推到咱们身上 自己把12全揽了 那里秘书看起来 可不会轻易饶了他 他这次是真的险 他会被开除吧 开除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公司应该会要求他赔偿的吧 毕竟被毁的设计可是A的的 他可真是蠢 干嘛要把事情全认下来呢 稿子不是你弄毁的 也不是我弄毁的 那八成就是他弄毁的呗 他不认 司总终究也是能查得到的 我倒觉得他认了挺好的 主要是对咱们好 他要是不认 司总查的时候 肯定连咱们一起查 他确实也不太适合当着秘书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居然能给弄毁了 在私情我办公室里 程秘书既然承认是自己毁了设计稿 那就承担责任吧 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新品发布会马上要开始了 林秘书你认识A的 先找A的重新画一张设计稿 司总 您到现在还要维护这个女人吗 是她的责任 她就该承担 凭什么让我替她收拾烂摊子 林秘书确定是替我收拾烂摊子 而不是给自己收拾烂摊子 你自己都说了 这张设计稿 毁了语言经理和田小助理无关 接触这张稿子的 也就只有你们三个人 不是他们俩 不就是你吗 扯我做什么 林秘书可真是健忘呢 我之前不是就说过了 你也接触过这张设计稿的 怎么 你的意思是我毁了这张设计稿吗 你觉得谁会相信 许特助会信 还是司总会信 证据面前 留不得他们不信 程秘书有什么证据 你要真能拿出来证据 我这总秘书给你做 好 一言为定 程一念拿出之前录屏的手机视频 程一念 你个小贱人 我看你以后怎么嚣张 哈哈 林月看着这样的画面 她不可置信 程一念居然录了视频 她为什么会录视频 林秘书 这个证据够吗 林秘书 你这是什么意思 自你来公司 司总带你不薄 你为何要这样做 你不知道公司 如果失去了A的设计稿 会损失多惨重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毁公司 我 我没有想要毁公司 没有要毁公司 你是不清楚公司 为A的设计 做了多少宣传吗 如果失去了A的设计 我们那些宣传就会白白浪费 而这一季度 我们也再没有主打垮了 许特助难道忘记了 A的能为咱们公司提供设计 是我找的他 他是我朋友啊 我可以再找他画一张 我只是不希望程一念 再留在咱们公司 他一个对家老总的未婚妻 来咱们公司 肯定是不安好心 你们却一个个 被他那张脸迷惑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看着咱们公司送三个人 做到现在 变强变大 我不想他因为一个女人就垮了 我必须要把这个女人弄走 我到底安眉安好心 司总自有决断 林秘书用这样不理智的方式 甚至损害公司利益 来跟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 就已经不适合干这份工作了 林秘书 把你手上的工作 跟程秘书交接一下 以后 这总秘书支持由程秘书担任 司总 您真的要吵了我吗 去交接 司总 现在A的设计稿被毁了 只有我能再让他画一张出来 如果我离开了公司 这一季的新品发布会就毁了 我们就又要被林秘书压上头了 这两年来 我们已经能跟林秘打个平手了 您甘心再输给林秘吗 而且 如果我不在公司了 以后 A的将不会再为咱们公司提供设计 以后我们将永远输给林秘书 许一 林秘书 请 林月没有再说什么 跟着许一 还有程秘念叨了总秘书办公 程秘书可拿好了 麻烦林秘书给我写一个交接清单 好 其他人看林月抱着自己的私人物品离开 一个个都惊讶起来 这程秘书什么来头啊 一来就顶了林秘书的位 那林秘书可真是可怜了 跟了司总那么久 来个新人就被顶了位 之前听说这程秘书跟许特助 林秘书故意损害公司利益 已经不适合再当司总的秘书 以后司总的总秘书由程秘书担任 大家以后将自己的工作总结汇报 都交到程秘书这里 这个决定是司总做的 设计部一个男人正痴痴地盯着程秘念 师姐好 四个厨师站得整整齐齐地 叫了程秘念一声师姐 其实程秘念另一层身份 是石卫寨的大厨 你们好 忙你们的吧 不用管我 程秘念开始忙碌起来 准备亲自下厨 给一直对他很好的两位长辈做一顿饭 正在程秘念忙得起劲的时候 他电话突然响了 你好 我是程秘念 你哪位 不说话 我就挂了 不要挂 今天是白衣的生日 生日宴定在晚上 你来参加生日宴吧 只要他在网上发帖 说之前跟新月指数误会 就让他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我不会去 更不会在网上发帖 替沈新月澄清 一念 别再任性了 都是一家人 就不能好好相处 没有别的事 我就挂了 这次不需要你做饭 我定了 他打算什么时候发帖子 他说 他不会来也不会发帖子澄清 什么 程秘念之前为了我的生日 都是一大清早就起床去买菜 然后自己一个人 给我做一大桌子菜 有二十多道菜 他对我的生日是格外重视的 我不相信 现在都不让他做饭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 让他发个帖子 他就能拒绝 好好得很 他真是长本事了 对我这个妈妈 是越来越不重视了 他不来就不来 以后他永远也别回这个家 永远也别认我这个妈 妈 您别生气 要不我给念念打电话 不用了 明明从前最乖巧的人 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今天如果程一念 来参加白景秀的生日宴 我也可以找机会 跟他缓和关系 让他赶紧回到我身边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不再受控制的感觉 我尽了自己的人脉关系 给白景秀在石卫斋 订了一个小包厢 就是为了可以和他缓解关系 他居然不来 这边程一念 不知道 林站在石卫斋 给白景秀半生日宴 两个小时 程一念将他要做的菜 全部都做好了 正在门口迎接张叔和初阿姨 一念 你 你今天是来给我妈庆生的吗 程一念一抬头 看到沈星月挽着白景秀走过来 他们亲密的想巫女 他来了 他到底是来了 之前还说的那样决绝 说什么不来 看来他还是之前的一念 嘴硬心软 哟 不是不来吗 现在又来做什么 我这个女儿还是在意我的 她永远都离不开我这个妈妈的 以前我什么都没有 她离不开 现在我得了程康玉的所有财产 她只会更离不开 之前说不来 不过就是嘴硬罢了 沈星月看白景秀嘴角挂着笑意 欺负他一出来 白景秀口口声声说 把我当成亲生女儿 似乎是事事为我着想 可是看到程一念他 还是忍不住高兴 一念 你今天能来 真的是太好了 我一直还担心 因为我让你们母女生分了 现在没有生分 那就太好了 对了 你一定准备了白衣心仪的礼物了吧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也好像你学习学习 你是白衣的亲生女儿 最是了解她了 知道她喜欢什么 不像我就只会准备一只金手镯 果然 沈星月这句话一出 白景秀看到成一念空着手 脸色瞬间就变了 胸中一股子怒气 既然都来了 怎么不准备礼物呢 你天天跟你白衣生活在一起 都不了解她 还口门声声的说 当她是亲生母亲 我看 也没有对她多用心嘛 连的她心仪的礼物都准备不好 我给白锦秀准备的那个手镯 就是随便在网上买的 连花色都没有认真挑选 烂大街的那种 沈星月心虚的看了一眼白锦秀 果然 白锦秀也在看她 白衣 我 我最近遇到太多的事了 心烦意乱的 可是我真的有用心给您准备礼物的 我只是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罢了 白锦秀也想到最近沈星月被网报的事情 这些全是拜承一念所赐 她就心疼起来 你还有脸在这里说话 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那样害星月 你现在立刻在网上发帖 说之前跟星月生误会 别让那些人再来骂星月了 白衣 您不要为了我这样凶一念了 她毕竟是您的亲生女儿 而我 才是外人 我其实一直把您当成亲生母亲 可是我心里却很清楚 您是有自己的亲生女儿的 所以 我从来都没有奢望 自己真的能成为您的亲生女儿 傻孩子 白衣也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的 别说傻话 她有什么资格生气 她对我不孝顺你孝顺我 我认你当女儿 以后我只当没生过她 诚意念只是淡淡的 瞟了他们一眼 懒得在这里 看他们表演什么母女情深的戏码 掏出手机去给张莲打电话 只是电话通了许久 却没有人接 诚意念曾经跟我说过 她这一辈子最在乎的人 就是她的妈妈了 而且 以前她的所作所为 也确实是很在乎白锦绣的 怎么可能突然就不在乎了呢 白衣 意念既然都来了 就带着她一起进去吧 她也是来为您庆生的呢 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来为我过生日 却连份礼物都不准备 好了 我们进去吧 沈星月的表妹突然来一句 她该不会是知道 这一次舅妈的生日 是在时未摘过 所以想来蹭一顿饭吧 我可是听说 时未摘的厨师 全部都是从国外 请来的米其林大厨呢 现在时未摘火的 预约排队都排到下个月了 一般人根本就进不了时未摘 白女士 你想多了 我并不是来给你庆生的 也不需要来蹭你这顿饭 这会儿倒是会装了 你不是来给舅妈庆生的 你一早就站在时未摘门口 做什么 还不是听说舅妈 在这里办生日宴 真搞笑 现在发现自己没有带礼物 觉得没脸了 就不承认 是在这里等舅妈的了 我站在时未摘门口 就一定是等你舅妈吗 不 你等谁啊 你身边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朋友 是可以进时未摘的 时未摘可不是 谁想进就能进的 这里有钱 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队 更何况 你现在还没钱呢 成一念 我真不知道 你爸爸这些年 到底是怎么教你的 怎么就把你教 成这副样子了 你拿着我爸的钱 养着别的男人 和别的男人的女儿 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说我爸 成 一 你 我是你吗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说的不对吗 你现在的穿的 是的 用的 还有你身边那个男人和他女儿 哪一样不是有我爸留下来的钱摆的 白锦绣被气到发抖 而在一旁的沈自杉却觉得没脸 这会儿已经有好些人围观他 他总觉得别人都在说他是吃软饭的 行了 跟个孩子治什么气 快点进去吧 你就站在外面好好想想 自己错在哪里了 知道错了 给新月道歉了 或许 明年我的生辰 我会带你进一趟食味斋 那边那个女的 我们不认识 一会儿可别让他打着我们的旗号进去 你现在满意了 成一念 你还要做吗 一家人好好地相处不好吗 你非要闹 你看看你现在 姑家寡人 一个 连自己母亲的生日宴都不能参加 你不觉得自己可怜吗 我闹 我闹什么了 你所谓的一家人好好相处 就是我无限地委屈自己 让沈新月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吗 你说话 何必这样难听 新月什么时候骑在你头上了 是你处处要同心月比 现在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 原本 挽着白衣走进去的人该是你 可是你非要做 你看看刚刚走进去那一群人 那全是你的新人 却没有人站在你身边 是为什么 你也不想想吗 因为我穷啊 这还用想吗 还有 那一群人 都是沈新月的亲人 不是我的 林先生既然觉得是我做 那还站在这里跟我说什么 你还要闹 你现在只要发帖 帮新月澄清 我立刻就能带你进去 站在门口这样子徘徊 你觉得好吗 你就不能换句台词 你没有说腻 我都听腻了 整天整天的说我闹 你的脑子是被狗吃了吗 网上的帖子是沈新月自己发的 他自己作死 我不帮他收拾烂摊子 就是我闹 你们到底是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的 新月他 他什么 还要给他找借口 你这样子护着他 无非就是喜欢他 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 以后别再来烦我了 我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吧 如果想通了 想进去了 就给我打电话 我带你进去 这里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去的 沈总 一念怎么没进来 让他进来做什么 给我们找七寿吗 还是让我安安静静过个生日吧 承一念接到张叔和初一后 把他们带到包厢 承一念则拎着那个蛇皮袋子 朝出房去 这时沈新月一抬头 正好看到承一念拎着个蛇皮袋子 承一念 你自己要丢脸 可别怪我了 沈新月勾了勾唇 故作惊讶地道 一念 他 他还是混进来了 白锦绣眉头一皱 顺着沈新月的视线看过去 当他看到承一念手里 拎着那个蛇皮袋子时 咬着牙道 真是不知道丢脸 白仪 既然一念他已经混进来了 要不然 就让他过来作罢 他拎着个蛇皮袋子到处走 在这样的店里 真的很怪爱 这个死丫头 就是不能让我省点心 免都要被他丢光了 这时候沈新月表妹 也走过来瞧任了 一念表姐 你那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啊 你就是靠着那东西混进来的 让我看看 是什么厉害的 楚颜趁承一念不注意 一把抢过蛇皮袋子 迅速打开了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楚颜朝袋子里面瞅了一眼 然后哈哈大笑 几个红鼠让你宝贝成这样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楚颜话一出 其他人眼唇笑起来了 灵战站在远处 目光紧紧地盯着承一念 没有上前帮承一念的意思 承一念今天你丢进脸面 才会知道有我你在身边有多好 离开了我 你连个餐厅门都进不来 好了 颜颜 你别嘲笑一念了 无论怎样 能进来 已经是本事了 沈新月嘴上虽然说着楚颜 不过脸上却也带着轻蔑的笑 沈新月走过来拉承一念 承一念却避开了她的手 两个人的手明明没有碰到 但是沈新月却突然拖一刀 把屁股坐地上了 新月 没事吧 我没事的 不是 不是一念推的我 你们让一念坐下来吧 他 他跟我有误会 对 我叫不到他 你过分了 林总 你还是别帮我说话了 不然 一念又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以后 以后就说不清楚了 我没事的 今天一定不要再让一念误会我们了 沈一念你今天太过分了 向新月道歉 承一念看着自己的妈妈 我的妈妈永远都向着别人 永远训的都是我 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被妈妈护着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向她道歉 你看到我推她了吗 你还不承认吗 新月好心让你过来做 你却推倒她 沈一念突然一笑 鼻子又酸又死了 你笑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跟新月争呢 就不能和和美美的做姐妹 我争什么了 从你跟沈自山结婚以后 一直是你 你们觉得我要跟她争 她想要我的东西 我就必须给 我不给 就是我想争 这到底是我嫉妒她 还是你的心骗了呢 新月一直是个乖孩子 她从来都不说谎的 她说的话 我当然要信了 既然你已经这样认定了 那我也跟你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一念 我知道 我本来是你们家的司机 新月是我的女儿 在你面前本来是敌人一等 现在我跟你妈结婚了 新月成了你的继妹 跟你平起平坐 让你心里不舒服了 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跟你妈我们是初恋 是有感情的 我们现在也已经结婚了 算叔叔求你了 你跟新月和平共处吧 我保证 新月她什么都不会跟你抢 你放过她 好嘛 一念 你还要我怎么做呢 要不 我给你跪下 我只求你 成全爸爸和白一把 成一念 过分了 居然让别人给你下跪 新月处处为我们着想 希望我们能快些和好 生怕你误会了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针对新月 你别说一念了 都是我不好 成一念看到这段狗男女恶心的不行 看来上次网上的微博事件 并没有让沈新月吸取教训 还用这种低劣的手段 既然 你们都说是我推了她 那就查监控吧 你应该知道这里有监控吧 沈新月此刻却是有恃无恐 这里可是石卫战啊 这里的监控谁能查